你能跟他闹在一起吗 他人呢 太闷 那啥话就不嫌疑说的 就说出来有啥事 你就可以往处说嘛 我哪儿不对你也可以说嘛 不说 就闷在心里 你跟他说半天话 不再跟你说一声的 就像我是跟他说话 就说一小时 他都一小时不再勒你了 太内向了 你是怕他吧 对 还不吱声 还说怕我 我就那么凶吗 那个 是怕他啊 为什么怕他呢 你是怕他离开你啊 还是怕什么呀 还是你爱他 所以你不想让他生气 到底怕什么呢 你能说得清楚吗 我怕他心里面也爱他 我就不想跟他闹 所以我自有不说为好 闯在心里 你看他闷在心里不说 好像你不说我能知道吗 个心里闷的 我特好奇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长沙吧 就是我有个朋友 开个是饺子馆 后来我就给他饭店 帮了是一段时间忙 因为他呢 是我朋友的第二产客 朋友呢 就跟他挺了解的 然后我朋友就说 这跟他们俩接受处了 我是个二婚子 我也说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她说的这种的 你认为她都在跟你撒谎的 这些一点一点的东西 在我看来 就是有一句话叫 打肿脸冲胖子 就是她可能 确实是 当时也想说实话 但是她发现 不行 我要说了实话的话 你就跑了 所以我先稳住军心 你看你们二位 一位来自湖南 一位来自东北 其实你们两个人 无论从生活阅历 生活习惯 还有说对未来的发展 甚至可能思想价值观上 都有非常大的区别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区别 才会相互吸引 因为您在生活阅历上 可能比她丰富一些 您在对自己的 未来生活规划当中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您给自己设立了一个 几条的规定 比如说这一次的婚姻 一定要幸福 然后我不要生孩子 可是呢 你发现 她在一点一点地 打破你的要求 与此同时 又给你带来了 意外的惊喜 是什么 这个人对你好 对你家人也好 你就开始犹豫了怎么办 看你要什么 我想跟大哥说的是什么 就是要孩子的这个问题啊 确实他这个年纪 不太适合生育了 还有一条 要孩子这个事呀 它不是一个任务 它不是一个目的 要孩子是一个 水到渠成的事 所以如果你们的感情到位了 如果真的有这个缘分 和孩子是一种缘分的话 那这个孩子 早晚有一天会来的 但如果你就是 把要孩子当成了 你人生的一个目标 和任务的话 那我告诉你 这个女人 她不适合你 谢谢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莎娜老师 谢谢大家